大家看了這一節的事,香港時間晚上8點左右 這段時間,正常來說,播的時間,我應該在做事 當然我也會去檢查室,免得五個在這裡阻礙 這一節我講的是蘋果日報 一年前的今天,蘋果日報就被迫關閉 當然非戰之罪,完全是一個政權的無理打壓的結果 作為一個蘋果的作者,過去一年 我覺得整個香港出現的報道、新聞 以至人們的評論,我覺得很不舒服 我先給我一個頭一部分,我講我和蘋果的淵源 我想我是蘋果其少數,即是 走了去海外的作者,其中一位 少數 另一位就是李少傅,都是印尼華 李少傅的另一位,另一位就是李宜 在台灣的,還有就是吳志森,幾個 我在蘋果寫,我是差不多創報 沒時間就已經寫,我寫的時候其實是 我中午,我是一個中午學生 剛剛考完會考,我是考完會考之後 我本來是在蘋果校園版寫的 但是後來在會考考完之後 我就轉了筆名,我就開始寫大人世界的事情 所以我是未成年就做評論作者 所以為什麼有些人很小 小時候,我看了很久 為什麼是這樣,但是我的樣子是死的 很簡單的,我是1995年入行 我1995年,我第一篇文章是 六月初在明報發表的 六月十四號,我人生很多的重大轉變 和六月有關 然後六月二十幾號,我已經在蘋果出現 我已經在蘋果出現 然後就順報了 我想如果沒有蘋果,我很難開展我的評論生涯 我怎麼這麼說呢 就是明報當時都開放的 但是明報的蘋果 但是明報的蘋果有一個很大的問題 就是他的稿費很欠 你怎麼說明報的稿費 我怎麼形容呢 就是如果作為一個中學生 拿來做零用錢 一二百元零用錢 可能你每個月,每個禮拜寫了一篇 可能有幾百元零用錢 這個就挺好的 但是如果你想拿來吃飯 就不行的 你想財政獨立就不行了 蘋果當時的稿費是 而且他是不理你 究竟你這個人是什麼背景 他看你的質素是否可以 黎智英做這件事 是很清楚的 當然黎智英對質素的要求 那個手法 那些人未必認同 鎖報大會 所以你問我 我從蘋果創報到蘋果倒閉之前一年 我還在蘋果倒閉盤 你就知道我 我真的是 鎖報大會居然生存到的人 我真的覺得 你問我那個年紀 我什麼年紀 他可以提供一個空間 其實這件事真的很符合 這個很符合 我看過肥老李過去的一生就是 香港最可貴的東西 就是一個不講關係 為財事用的一個社會 很不幸在1997年之後 慢慢越變越講關係 當然蘋果作為一個社會的部分 他很難不捲入這些潮流 說真的 你問蘋果是不是有些人做到 變得 某些人為威威 我不可以完全沒有 但至少我寫了二十幾年 至少我寫了二十幾年 如果有一定實力的話 不會有人請走 會減少他的稿 所以你問我 當然 當然 陳佩敏 為蘋果七醫生 我不想批評他過往做的事 因為那些恩恩怨怨完全沒有意思 完全沒有意思 真的 其實對大部分人來說 對大部分 在獄中沒有失去自由的人 我覺得是可惜的 他們的恩怨 都不是時候去討論 或者討論都沒有價值 我猜是除了極少數 那些真是鬼 那些 我覺得那些人是鬼到不鬼 那些 我就不好意思 那些 我就 我想只有一個人 是這麼糟糕的 還要帶到分農 和熱狗有關 還有一個不可能原諒 他入了獄 大家都沒有原諒他 那個叫做梁耀忠 梁耀忠沒有人原諒他 他畜獄 所以你問我怎樣看蘋果 我對蘋果的心情很激 你說黎智英是否很不包容的國內政權 不是 我想大家都知道 如果在蘋果的角度而言 我是很本道的 我絕對不帶中華交 我想大家都知道 我是一直以一個 本土派的身份 我想我的政治信仰 不是秘密 從來都不是秘密 OK 我不是秘密 我不認同大中華 我是 有些人說肥老打壓本土那些 他不是打壓本土 肥老是看到你黃毓民有問題 那你的小孩跟黃毓民那一套論述 那些不是憎本土 不好意思 當然有些小孩後來醒了 知道甚麼叫做真本土 那些記者是沒有的 又是否也當黃毓民那樣壓他 那是不行 譬如你說 楊宗恒 你說黃毓民那樣 我們可不可以這樣說他 不行 他們都是本土 你說 我算是梁天琦 梁天琦 大家後來就知道 他為何是露遙之馬 日久見人心 楊天琦就是真正的真本土 他已經是本土 他已經是本土 他已經是 但你問我為何 我覺得肥老當時這麼多懷疑 很簡單 他不是真本土 是對黃毓民出現過的地方 有懷疑 不好意思 所以你問我 我覺得有一個人是香港罪人 叫黃毓民就是這個原因 就是為何我本來準備了一集 但我會從樂 我會特別招呼這個人 這個人是一定要被招呼的 是這樣的 肥老不是聖人 肥老都會判斷錯誤 肥老都會請錯人 而且他錯都不少 但我覺得他也不介意別人說他錯 因為他是Tri and Error的信奉者 Tri and Error的信奉者 大家都知道 那麼錯就錯 錯有什麼所謂 錯了就錯了 沒有東西就不能錯 這個世界 怎樣 都是黎明的那句 如果那件事最差的 結果都不是很差 就說是這樣的 我想我對肥老的心存更加是這樣的 而他給予一個好機會 一個平等的空間 一個遺材適用的 它是代表一個遺材適用的社會 一個遺材適用的社會 你看看香港其他報館 怎樣聘請人 你跟編輯屬的 你就是垃圾 你都照給你寫歌 這個不行 我無法認同這種 現在香港報館的那些 找讚稿人的方式 不好意思我完全沒有人認同 我覺得是反衛的 整件事 不知道反衛是反指 即是你跟報館屬 或者譬如你一個機構 大大支東西 那些 就怎樣拿了這些板位 那些 不好意思 我對這種其實是很反衛的 即是你大大支東西 你一個組織 然後就怎樣 明報被人包起來 整個論壇板 我真的覺得夠 我覺得是 我是最後一代 以財運動之下 可以在報界社會 因為我這個背景 所以我無法認同很多 現在報館的看法 蘋果很多人說什麼 淫戰什麼 其實老實說 蘋果淫什麼戰 說淫戰什麼時候 夠東方的報藍極圈 我覺得 所以我不喜歡東方的報藍 我說明 I hate this newspaper I really 其實 我接受他訪問一次 因為那個人我認識 是這麼多 還有我擺明是 那次招呼陳勇 你給我一個平台去招呼陳勇 我沒有所謂 我也未進去東方報業 東方報業乾淨得很令人 很刺激 他的報館很乾淨 我只能讚揚 他的報館很乾淨 清潔做得很好 我只能讚揚 這一點 你問我 我怎麼看過去一年 蘋果怎樣也好 他有一個偵查報道 他有一種批判精神 那種百家齊放 我想問現在香港的報紙是什麼 應該要追的問題不追 他們有的語言藝術周圍飛 接著又找一些垃圾站稿人 有關係就可以找人寫他的專額 那些人會不會寫 那些人是否用英文來騙稿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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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去到這樣的話 我覺得整件事 香港的報界是腐敗 所以最後大家就不看 為什麼大家要看YouTuber呢 你問如果有一個專業的製作人 你說YouTube的製作人 是否可以 我告訴你很多人都不行 收音、拍攝 我自己也不滿意我自己 如果不是沒有人 我沒有時間的話 我告訴你很多人可以收拾 我認真 我個人對自己 你想想我 我對聲音的要求去到什麼 嚴苛到什麼地步 我兩支咪咪收音 我前面的Canberra 是Halfa 7來的 其實我對這個要求很苛刻 甚至我對自己的要求很苛刻 我認真 有時候為什麼有些東西展偶 我會說 但是我為什麼可以這麼烏空 你怎麼這樣都可以 我是先罵自己 我不是罵人 我不是找藉口 但是我一定會先罵自己 但是 現在香港的報告 為什麼大家可以看YouTube呢 甚至你給齊阿哥 星期二的垃圾有多可成 內容根本不能看 因為我沒有東西可以看 沒有東西可以看 沒有東西可以看 這個中共是故意的 沒有東西可以看 然後就怎樣 你找齊阿哥 星期二 那些人拿垃圾 填失了空間 結果 結果就令整個社會很反智 那些討論是有問題的 當然我不喜歡 什麼東西都是要 mass media 我其實我希望是去中心化的 我真的有很多東西 我真的相信 We will de-centralize 但問題就是 香港的文字還沒有去到 decentralize 可以decentralize 的時候 蘋果就變得很有用 因為它夠充足 因為有些人說 如果蘋果還沒有結束之前 中心文有一個問題 就是不夠充足 中心文 中心文的東西都是好東西 中心文的東西都是厲害的 大老 Chris Yeung Chris Yeung 大老做過Morning Post 都知道他大老 他是高手來的 對不對 這個不用問 這個 一個正人君子 真是中壓客官的人 他真是中壓客官 我告訴你 什麼叫中壓客官 你看楊建興那些 問題就是 你過去沒有了蘋果 結果那些是政治討論的 有時候我做這個節目 我最大壓力 並不是錄影那一刻 我最大壓力是簡提那一刻 我簡提那一刻 不是說 人說什麼題 SEO 什麼題 就是什麼題 當然我要考考SEO的問題 但是我要做一個 是Adjanda Setting 的問題 因為我每天三次節目 我三次節目 我要提出 什麼東西是最重要的 大老 你都要做什麼 你都要填製 這是一個原則 我不會說 等別人提給他 大老 這個就不專業 你連做新聞也不是 你不懂做新聞 其實不應該做平衡 我總之來說 我好像做一個報館總編輯 去決定哪些 agenda 大家是要關注重要的 我可以這樣做 你已經明白為什麼我這麼真意 因為這群人是把社會的 agenda 搞得很混亂 但是我又炒了 還要怎樣 周圍是咬人 搞得那些人 只會咬人 我沒有什麼 你搞 copywriter infringement 我就 copywriter infringement 你搞證明 我就出口私訊 為什麼要這樣做 我是希望保持著環境 仍然是相對乾淨的犧牲 你這樣才能看清 在原生那裡看清問題 如果你被人群摸 那些人還可以 問題就是沒有了蘋果之後 但是很嚴重 那些討論 有蘋果的時候 蘋果也有很多不理想的地方 很多千般不是 我都只能說 但至少有一個方向 但是現在 我只能覺得 WTF 所以你說蘋果沒有了之後 對社會的傷害很大 還是中共不在乎 因為中共就是想 以為那些人只會看三中商 三中商 不是 大公民會 東方 那些是沒有營養的東西 不好意思 香港的報館不行 雖然如果你問我在海外 如果我做Media 我的角色 我會有一個很任動做院的東西 其實你要一個住在德國的人 幫你香港人做Ageneral Setting 聽到我是有些荒誕的 因為始終我變成一樂家 我便是另一個世界 所以我經常說 我的房間變成精神 那道門是一個精神的時間房 一個空間的轉移 我進入我的房間 拍攝房間 那個空間就是香港人 但是出到去 我是另一個世界 出到去是一個講德文的世界 那些人完全不同 那些食物都不同 那些人還好一點 都沒有這麼大的反差 因為那些人多日本人 嘩 大佬 而且吃東西都超級吃日本的 牛客船 一字排開日本 嘩 我去到其他城市公幹 那個反差才厲害 好像 我現在的城市 我不說我去哪個城市 我始終為自己安全 嘩 大佬的反差多大 很不同 如果我去到Berlin 又有另一個世界 那個又是另一個世界 你好像進入一個精神時間房 但是你沒有辦法 你明知道這麼大反差 因為沒有人想做 因為Argent Setting 這個工作是你要做Preneur 你要有一個心文sense 有某個城市 我要有一個心文sense 我要保住一個心文sense 你問我 其實我是喜歡 如果你真是問心 我是喜歡做編輯 我喜歡做文字評論 我喜歡做監製 但是你叫我爭氣 做幕前評論 這件事很坦白說 這個不是 即是怎樣 很多人不知自己一團肥肉 就恨做明星 問題就是 我就沒有一團肥肉 我只是一個死小孩的款 天生 但是我本來不是一個 想在鏡頭出現的 因為你明知道自己沒有眼製 但是我做得監製的人 都會有自己的 對著鏡頭出現 我沒有自戀狂 我是做管理的人 做管理的人 跟做藝術的人不同 做藝術的人 是有那種 即是 I believe I am number one 做管理不是的 做管理 做管理我們是體盤數的 Performance based 其實是這麼簡單 Performance 不行的話 自己也沒有免費 其實嚴肥很低 但是他也不會說自己是一團肥肉 他也不會說自己是一團肥肉 他想要成為一團肥肉 但是他會看他的表現 好好實 去應變一件事 他想要成為市場領導 他真的 他不會說自大窮 我永遠第一 不會 這不是做企業本的 應有的精神 做企業本的 要有些謙信的心才行 你問我怎樣看肥皓 我肥皓 我覺得 其實某程度上 他是 殉道者 他報答這個 令到他成長的城市 他是用他自己的生命去報答 因為他說他什麼 死生意 老實說 哪有人做生意 像他這樣 做生意做到犧牲自由 以他這樣的錢 大把生意 其他生意做的 他要賣屁股 大把屁股可以賣 但他早就跟華潤一起做生意 你知香港現在的生意 賣屁股都很噁心 很噁心 如果他爭氣 有些人 好像黃毓民 經常說坐穿奧帝 你有沒有坐穿奧帝 黃先生 坐穿奧帝 現在那個叫黎智英 還有他跟著的編輯 羅偉光 陳佩銘 他們 不是你黃毓民 所以你問我怎麼看 就是 他人格差大遠 黎智英的人格高尚很多 這個證明了很清楚 你問我怎麼看黃毓民 黃毓民那些 徒子徒子經常都質疑 那些人怎麼去外國 我心想 你黃毓民都經常說自己坐穿奧帝 你去了坐沒有 結果你去了台灣 混蛋 黎智英可以去台灣 可以去英國 他是英國公民 他有台灣戶籍 他沒有這樣做 他為香港坐到底 這些就是鬼人 所以你問我現在 你問我 我想我 小時候我只是覺得 肥子 出人給我的那個人 但現在不是 他的高度 真的 你說 你說 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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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之無愧 我 找到香港的父母 一位 我甚至 我常常用 黎智英 《大國民》 《大國民》 《大國民》那套電影 都是要處理他們 那個家族 就未必很偉大 但是黎智英 就 差太遠了 黎智英 真是一個大國民 《大國民》 《大國民》 我只是說 我想問 我只是說 什麼叫做 時紅節阿賢 就是這些 黎智英 有風骨 有 商人霸佈 民民霸佈 不需要爭 最有風骨 就是黎智英 商人的犯佈 民人的犯佈很多 賣了錢 忽然不知去到那裡 所以我不相信民人 其實我從小看的都是骨頭最硬的其實是雙人不是民人 當然香港做雙人是特別仆街 我想日後可以討人 這一節我講到這裡 晚一點我斷了一節 那時候是珍寶海仙坊尋船那件事 但你究竟是尋了還是反了 說清楚說明白 那我講到這一節